新冠患者被受病情折磨 呼吸困难 节度缺氧 印度街头随处可见病患躺在地上 痛苦模样 但是印度国内医疗体系崩溃 医疗物资缺乏 患者急需的氧气筒大缺货 抵层民众面对疫情无能为力 只能眼睁睁看着 家人死去 印度连五天担任新增确诊创世界记录 全国13亿人口至今累计破1700万例 超过19万5000人死亡 平均每分钟就有两人死亡 火葬场大爆满 有些人根本来不及火化遗体 有些公园和空地搭建成临时的火葬场 火葬场员工工作没停过 只要患者就像动物一样死去 由于死者太多 印度教传统上祈求让死者灵魂解脱的宗教仪式 被迫全数跳过 家属无奈表示 患者甚至不能安稳死去 首都新德里的墓地 甚至也快容不下这么多的遗体 专家指出这些迹象显示 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 因为许多疑似案例没有被纳入 或被归类为其他死因 专家研判可能染疫的人数 恐怕多达5亿人 而席卷印度的变种病毒株 至少还可能出现在17个国家 但就在疫情水深火热之际还是有新人不顾一切 就是要举行婚礼 新郎新娘宾客全身上下都穿着防护衣完成终身大事 穷人一旦染疫求助无门只能等死 但宝莱坞的明星们纷纷逃出国度假 还在网路上晒出多张悠闲 度假做日光预照片引发网友踏乏 印度疫情严重也引发资金外逃效应 根据统计截至23号 外国投资人抛售印度股票规模 达到307亿元台币 创下2020年3月以来最大的资金外流规模 专家分析印度疫情延烧看不见镜头 外资恐慌撤离印度成为普遍选项 不止国内经济恶化 全球经济可能也通通被拖下水 综合报道